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471集 德德马提威响 叛军阵营一分 行出几匹马来 当先一匹马上坐着一人 此人浑身上下笼罩在黑衣之中 将面容也遮住了 燕小矣的亲兵不知道这位黑衣人是谁 但只知道燕大都督严令 此行战事皆有此人指挥 本来亲兵们虽严守军令 但心中依然有些不服 但直到穿山越水来到东山脚下 这位黑衣人军令述出 分割包围将禁军打得落花流水 都是很简单的一些命令 都是很直接的一些布置 却极精妙地配合了大东山脚下的地势和黑夜的环境 这位黑衣人用兵真真如神 事实证明一切 此时厂间五千名长工兵望向那位黑衣人的眼神 除了敬佩便只有卫福 就算先前让人不解地忽然收兵军令 也没有再敢质疑 黑衣人身材高大 坐在马上更显威武 只是可惜被黑衣拢住 看不到他真正的面容 和那些隐在黑衣下的威势 黑衣人远远看着山门下 那个浑身是血 白齿如玉的年轻人 一道声音从黑布里透了出来 十分感叹 壮哉 杀了三次都没有杀死他 真乃猛事啊 若此人投军 不出一年 天下便有多一猛将 黑衣人忽然微笑了起来 不过大势已成 皮肤之力 何以逆天呢 只是有些可惜了 再过些时 这位壮士便要死了 他身边忽然有人叹息了一声 黑衣人转头望去 温和寻问道 林大甲可是稀才啊 叹息的不是旁人 正是东夷城四顾剑首徒 一代剑法大家 云之兰 范贤果然没有料错 东夷城果然派出了 他们最精锐的杀手队伍 来帮助长公主的叛军 而且竟是云之兰亲自领队 云之兰看了身边的黑衣人一眼 有些勉强地笑了笑 却没有回答这句话 因为场间所有人 只有他知道 那个浑身血水 却依然坚强地保持着笑容的 年轻人是谁 那个人呢 不是监察院的官员 甚至不是庆国的子民 他是王师三郎 师尊最疼爱的幼徒 自己最成才的小师弟 都疯了吗 云之兰自言自语 男男说道 他心里想着 既然师弟知道师门派了人来 为什么还像一只猛虎般守在山门之处呢 他究竟在想什么呢 师尊派你去跟随反贤 却不是让你真正成为反贤的助力 云之兰看着远处山门下的那个雪人 在心里无比困惑想着 行一事便中一事 甚至连师门的利益也不顾嘛 这究竟是疯狂 还是师尊最欣赏的鸣杀新星呢 黑衣人淡淡地回答云之兰的感叹 云之兰摇了摇头 没有说什么 虽然他不清楚小师弟为什么会如此做 但身为剑庐传人 他尊重小师弟 所以不会在这名黑衣人的面前 泄露小师弟的底细 他不知道这位黑衣人究竟是谁 但眼下所有的队伍 皆是由此人统领 而且旁观许久 他必须承认 这个黑衣人的用兵的确了得 绝无形显妙手 全是一步步稳扎稳打 却是将整治叛军的资源 调配到了一种接近完美的境界 没有给庆国的禁军 丝毫反击突围的机会 云之兰带着剑庐 大部分的高手清朝而出 配合燕小以亲兵大营行事 双方配合 本来有极大的问题 如果山上的监察院 溜出剑手 或者是那些武艺高强的虎卫突围 不是那么容易完全封住的 可是骑在马上那位黑衣人 却似乎拥有一双 可以看清战场上 一切细节的神眼 在突袭之初 便强行命令东夷城的高手 去往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地方设服 最开始的时候 云之兰不明白 但当一次次狙击在这个黑暗中发生 当大东山上一次次突围 被这名黑衣人的手腕狠狠地压了下去 云之兰终于明白了 这个黑衣人绝对不是普通人 能够全领战场 却又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漏洞 如此用兵 非沙场上 禁银数十年不能达成 所以云之兰很疑惑 燕小乙为何不亲自领兵前来 这黑衣人究竟是谁 他在猜测 其实叛军中很多人都在猜测 黑衣人的身份 这名黑衣人只带着两名亲兵 加入了叛军的队伍 洒然一身 却用兵如运纸 潇洒力杀 令人十分佩服 黑衣人没有向属下们解释 此时停工的意图 只是冷漠地看着面前突兀而起的这座大山 此行率领叛军来袭 这是协议中的一部分 不将这批力量暂时拿在己方的手中 陛下很难下那个决定 天上忽然一朵乌云飘过 将那轮明亮的月亮尽数遮掩 山门附近一片黑暗 黑衣人骑在马上闻死不动 只有他身边两名亲随手中 捧着的布囊里的短兵器 在闪耀着悠悠的光芒 范贤不知道 这朵云将月亮遮住多久 他沉默地向着山下滑动 速度没有减缓或是加快 恐怖地保持着一个稳定的速度 白天如玉石一般的大东山临海衣壁 在深夜里散发着悠悠的声光 与穿着夜行衣的他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大东山岩山两侧如刀一般的分界线 直直插入海边的地面 那处有东夷城的高手福居 所以他不可能选择那条路线 只有从正临海峰的那面下行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从这样的绝境中滑下 除了范贤 所以他并不担心海面上的人 陆地上的叛兵会发现自己的痕迹 但他依然无比地紧张 因为他总觉得身后有一双眼睛 正穿透黑夜与呼啸的海风 平静地注视着自己 没有人看着他 范贤知道这是自己的错觉 就如同上一次在北京上京城外 西山绝壁时一样 他总觉得身后的山林里边 有一双眼睛在看着自己 这大概是一个人在面临艰难绝境 经历情感震荡后的应激反应 尤其是像范贤这种 唯心主义者的自然反应 一年前 当他坐着白帆船只 回丹州探亲时 便曾经经过这座 宛如被天神一剑劈开的大东山 当时他看着东山上 这个光滑的玉壁 便曾经自嘲地想过 不会有朝一日 自己要爬这座山吧 没有想到 这一切居然都成了事实 加减乘除 尚有苍穹 难道老天爷真的一直在看着自己吗 大东山比西山绝壁更显更滑更高 但先行至此地时 身体已经开始颤抖了起来 内力的消耗已经开始影响到他的机体 他像一只蝙蝠一样 尽量柔顺地贴在石笔之上 手指抠近了难得的遇到的一条缝隙 略作休息 此时抬头望去 早已看不见山顶的灯火 回望一瞥 已经能看到 欲来欲进墨一般的水 还有海水中荡着的几只冰船 是娇州水师船 他们在此护卫 对于背山一侧汉军的突袭 虽然起不到太多作用 但很明显他们可以驶离此地 通知地方官府 然而从事态发展至今 水师船一直没有移动过地方 范贤虽未曾与皇帝就此事议论过 但二人清楚 秦家自然也出了问题 月亮出来了一角 范贤没有慌着移动 将脸贴在冰冷的石壁上 感受着丝丝的凉气 心里却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将秦家也算上 真真这一切 是天底下所有的力量都集中起来 参与到打东山的行动之中 也难怪陛下会撂算不到 一个人可以引动天底下所有的敌人 抛开暂时的分歧 紧密的团结起来 这是什么样的境界呀 这就是庆国皇帝的境界 北齐虽然没有出手 但燕小矣的五千清兵 能够来到大东山之下 明显掌公主与上山虎那边啊 有极隐秘的安排 范贤将脸蹭了蹭冰冷的石头 心想这种大事啊 海棠会之刀吗 玄机他轻柔的呼吸了几次 其实眼下这种危险的局面 算来算去 都是陈平平这个老脖子 用了好几年的时间铸成 自己呢也参过几手 不论是长公主 秦家 叶家 都是老脖子 和自己极其用心的驱逐 到这个皇帝不可两立的对立面 陈平平如果知道事情是这样发展 会不会和悬崖上的自己一样 觉得人世间的事情 真的很奇妙呢 悬崖上的风很大 他的手与光滑石面间的吸附力很强 体内的霸道真气 严循着粗大的经脉 温柔的张合着 以防出现内力不济的现象 天一道的那些温柔自然气息 在缓缓地修补着经脉里的不稳定 他咽了一口唾沫 借着淡淡的月光 看着头顶笔直的石岩线条 不禁生出了几丝后怕 如果自己粘不住石壁 就这么摔下去 落得满是礁石险浪的海中 只怕会粉身碎骨 临海的这面悬崖上风势太大 从他的四肢处灌了进去 一片冰凉 他不是五竹啊 没有那种高空直降的神奇功法 所以贴得更紧了些 为什么皇帝知道五竹书在搭东山呢 一个一直没有机会问出口的疑问 却上了范贤的心头 看来皇帝只怕暗中和神庙有什么联系 可是去年大祭祀的非正常死亡 这些事情有些说不明白了 云层再一次覆盖住了月亮 范贤又开始向悬崖下移动 不知道花了多久 离那盆墨水般的海水 越来越近 他也越来越警惕 将自己的功力提到了最巅峰的状态 时刻准备着迎接未知的危险 离海越近 越容易被水师船上的叛军们发现 离海越近 也就离那海上的小船越近 水师船上的叛军或许无法在这漆黑的夜里 看清悬崖上缓缓爬动的小点 可是夜流云或许会发现自己 他的双掌紧密地贴在光滑的悬崖上 忽然间瞳孔萎缩 感觉到了身后一道凄厉的杀气 谁能够有这种眼力发现自己呢 范贤根本来不及思考 下意识里将眼打周天的真气强横断绝 双掌与石壁间的真气 粘结忽而失晓 整个人呢 直直地向下滑了下去 动 一只黑幽幽的剑鱼 射中他原本扶着的地方 金属组头 深深地扎进了大东山的石壁中 挤出数十粒碎石 如果范贤反应稍慢一些 绝对会被这天外遗剑盯在石壁上 而此时他依然处于危险之中 整个身体平滑地沿着石壁向下快速掠动 范贤门哼一声 刚刚断绝的真气流动 富有强行催动到了极致 双掌轻柔地拍在石壁上 勉强稳住了自己的身情 嗖 第二只黑剑狠狠地射中他脚下的石壁 距离他的脚跟只有半寸的距离 情况实在是险之又险 发剑之人明显有个提前量 算准了范贤跌落的速度 如果范贤先前意图自然坠落 避过这忽然袭雷的剑雨 一定难逃此恶 范贤背上冷汗之冒 右掌一阵 竟然将自己的半边身子 震得离壁而出 在空中画了一个半圆 重新又贴回了石壁上 只是换成了正面对着大海 根本来不及思考 纯粹是下意识里 沿着石壁向下滑动了三尺 紧接着右掌再拍 身体很古怪的折弯 向下一扭 而海面上一艘冰船内 十几只黑色的剑雨 冷酷无情地向他射来 擦过他的身体 刺穿他的衣裳 狠狠地扎进了石壁中 多多多多 范贤在石壁上顽强 而危险地闪避着 纯粹凭借着重生 二十年来不曾停歇的磨练 和五岁时五竹打下的基础 下意识地躲避 这些神出鬼没的剑枝 场面很危险 那些黑剑连环而发 根本没有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 而且对于他下一个落脚点 似乎算得清清楚楚 逼得他随时有可能从悬崖上跌落下去 而很奇妙的是 范贤美美在似乎要被这些黑剑射中之前刹那 提前做了预判 体内的真气沿着两个周天强烈地运行着 补充着他真气的损耗 让他可以勉强地保证两只手掌 总有一个会停留在石壁上 美美看着要跌落的时候 贴在石壁上的一只手掌 却带动着他 扭曲着身体 弹起落下 似乎永远不可能离开石壁的引力 他就像是一个黑色的材质做成的木偶 四肢被大东山石壁里的神秘力量牵引着 在悬崖上做着僵硬而滑稽的舞蹈 而那些紧紧跟随他身体而至的黑剑 强悍地擦着他的身体射进石岩 在石壁上构成了几道潦草的线条 线条的前端追着他 杀起灵力 随时可能会将这只木偶钉死 乱箭穿心而死 水师兵船因为担心大东山脚下的暗礁 不敢靠得太近 能够隔着这么远 还能将剑射入石壁的强者 整个天下只有一个人 也只有那个人 才能在如此切黑的夜晚里边 还能发现潜伏在石壁上的半弦 庆军 征北大都督 眼小已 不知道过了多久 海面上的黑剑停下 悬崖上没有了范贤的踪影 海上崖下恢复到了安静之中 只听得到一阵阵的海浪拍案之声 范贤终于成功地避过了连环神剑 落到了礁石之上 最后那只黑剑似乎也射空了 狠狠地扎进了石壁之中 入石壁寸有余 剑尾不停颤抖 发着嗡嗡的声音 盖儿上 带着几丝黑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